台南西門路上辦建教法會 放眼望去的共品鋪設起來 看來很壯觀 但是這都是一樣又一樣的藥材 12鐵藥針對的從癌症 高血壓 糖尿病之外 第13鐵是針對登革熱 真的是讓民眾大開眼界 建教普渡通通都是藥品 這些藥材加起來有五百斤 志工最少花了三天 才把道場佈置完成 那種常百草裡面的藥方演變出來的 現在登革熱很剩 就是太多了 所以現在有加了登革熱的藥房 可能要超兩天 原來小北功夫公 舉辦了建教普渡植服法會 結合了佛道和談 加上密宗也來參與 48尺的超大藥師佛 藥師坦承 陳列上百種 共計五百斤的草藥 十二鐵緩解現代人 常見疾病的藥單之外 再加上了登革熱藥單 三位法師祈福 完成了一整天的儀式 罕見的藥譜 讓建教現場聞得到的 都是濃郁的草藥清香 接下來大約還要花兩天的時間 才能化掉這五百斤的草藥 也讓信眾們大開眼界 三連熊網絲聚容 談談報道